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有一晚,突然有一支人馬殺到南陽關,嚇到張大新臉如土色 各位,這支人馬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慢慢說,現在我們回頭說五寶,五雲照派了他去陀羅寨找五千石班兵 臨走的時候就告訴他,由南陽關向西南方行,走二百四十里就到陀羅寨 五寶快馬加邊,到了第二天下午,估計就快到了,想問一下路 不過四周圍連過路走人都沒有,他向西面一看,是一片亂山,左右兩邊是叢林 他走著走著走著,突然他的馬屁爬地踏下,他就整個在馬上滾了下來 這個時候在路邊的叢林裡衝出十幾個人,把五寶按在地上三兩下綁住他 有個頭目就說,眾兄弟,將這個綿羊孤顏押上山 綿羊孤顏是綠林黑話,即是單身的行人 五寶現在明白了,哎呀,原來自己中了賣服,被半馬索踢低了 那些流浪押著五寶上山,經過了一個閘爛門,又走進一個院子 那個頭目就去聚意聽報告說 稟告寨主,山下有一隻綿羊孤顏,看他的打扮好像是官府的人 我們抓到他了,現在押上來山寨,請寨主發落 寨主說,他身上有沒有貨?我們找過了,他什麼都沒有 不過他一罵就不錯,還有一對奔鐵錘,如果帶上來 怕我們都不是他對手,所以我們用半馬索踢到他 有個流浪又問,寨主,我們是不是照版煮碗? 沒有錯,照版煮碗,賴出來躺 那些人就把五寶又推又推,就把五寶綁在廳前的木樁上面 有個流浪解開他的衣服,拿起牛耳尖刀 用碗冷水對著五寶心口一撥,然後要刺下去了 當時五寶的心真是萬分難過 他想日後侯爺,如果知道我怎麼死,就無所謂 如果不知道,還以為我五寶喪盡千糧 炸的意外,那幫兵就爹耕 他想到這時候放聲痛哭 哎呀,苦命的王爺呀 哎呀,苦命的侯爺呀 那流浪就說了,真是貪生怕死 你有氣喊,火記我們動手,劏他 劏羅剛剛要舉刀,債主叫,別動手 劏羅連忙停手,債主問五寶 你哭的是哪家王爺,哪家侯爺呀 我哭的是忠孝王老王爺,南陽侯伍侯爺呀 哎呀,王爺,侯爺呀 那你是誰? 我是南陽侯伍魂照的家人 我叫五寶,債主一聽 連忙起身離開座位 走過去親自和五寶解開承索 扶五寶走入聚意廳 各位,原來這個債主就是五寶要找的五天石了 五寶將忠孝王全家被害的經過 和五云召造反的情形都告訴了五天石 五天石就留五寶和副債主暫時留守陀羅債 他自己就趕去金鼎太行山 約紅闊海一起出兵去幫五云召 當時五寶和五天石都沒有想到 五云召造反之後,朝廷這麼快就發兵 大軍壓境的兵臨城下 如果五天石當時下山先去解南陽關燃眉之急 然後再去搬紅闊海 五云召家看來也不至於蒙難 五天石去太行山來回有個多月的路程 怎會不至於蒙難 這些都是要整定的 五天石下山之後 一條氣就趕到金鼎太行山 誰知道紅闊海就不在山寨 五天石唯有在太行山等候紅闊海回山 一等就等了二十多天 那麼紅闊海又去了哪裏呢? 各位這件事我們以前已經說過了 就是紅闊海去了長安會與民成都 正月十五那晚 七位豪傑大鬧花燈 七個人躲在昌平王府後花園的竹林裡 與民成都去搜查王府 就命令那些兵粥斬竹竹人 但是那些粥斬了之後 居然秦琴紅闊海他們七個人 是蹤影全無的 昌平王丘帥就上前質問與民成都 哦!你將我的粥全部都斬了 我又沒有找到人 我要上殿參與你 與民成都說了 沒錯!我們已經說好在先 斬到那些粥如果找不到響馬 你就上殿參我 好!王爺!你參就參吧! 告辭了! 講完與民成都就帶兵走了 各位現在我們接著說下去 究竟秦琴他們七個人躲在哪裏呢? 原來竹林後面是一座很大很大的石山 在石山底下就埋了二十幾個大江 這些大江是為了裝水用的 在大暑天時日頭下落落 昌平王很喜歡在後花園成糧 在竹椅上面 就叫人把江裡的水潑在石山上面 石山上的青苔顯得隔外清脆好看 鬧花燈的時候是冬天 這些江就沒有用 江裡面是沒有水 當與民成都下令斬竹的時候 那七位英雄張心一橫 嘿!如果那竹一斬低 就唯有拼命了 看著那竹一片一片斬低 他們七個人一步一步向後面縮 越縮就離開石山越近 齊彪李炮眼快看到這些大水江 揭開蓋就跳進去 柴兆跟著他們兩個後面 也揭開蓋 也跳進去另外一個江 下了江他轉念一想 哎呀!不行! 萬一與民成都叫兵兵 揭起蓋來搜查 豈不是作簡自博 啊!自己運自己 就走都沒有定走的 他用腳踢江底 想跳出去 嗯? 只聽見江底嗡嗡聲響 啊! 莫非江底是空的? 他仔細一摸 果然江底是一塊能夠活動的玄石板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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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了一條軟 大的聲響 回向了Surk 原來昌平王丘帥早就看出朝政混亂,終之有日會出事。 他吩咐老家人丘帥,暗中在這個崗底刮到地牢,一旦有什麼危險,自己一家也可以暫避一時。 每年夏天,丘帥都要用泥灰把這塊石板封好,上面裝滿水,誰都沒有發現,到冬天更加沒有人注意,這件事只有王爺和丘帥兩人知道。 無巧就不成書,剛好就被柴兆跳正到這個崗,就發現了這個機關。 柴兆連王叫秦庭他們幾個人,從這個崗底捐進去地牢,然後把石板原養放好,就不留一些痕跡。 當竹林斬光了,雖然有些兵打開個崗蓋看過,也沒有找到他們。 宇文成都斬了竹林,找不到秦庭他們,不止他奇怪,昌平王丘帥的心都非常奇怪, 啊,秦庭他們躲在哪兒呢? 什麼休息都猜不到嗎?猜不到。 因為他叫休二,挖好這個地牢之後,他一次都沒有用過。 時間一長,老人家記性不太好,自己都忘了有個地牢在那裡了。 過了一會兒,他才慢慢想起來,一拍大腿,啊,原來是果樹。 那等羽文成都走了之後,他叫人把大門關好,二門上了鎖,帶著家丁回到院內, 然後叫休二去後花園找他們。 休二小小小的喊,秦庭,秦庭啊,羽文成都已經大兵走了, 你們快點出來吧。 秦庭他們聽了這樣就放心了,一個個捐出地牢, 哇,個個都變成一個泥人。 休二將江底封好,祝福大家千萬不要洩露這個機密。 休二又問了,你們還有什麼東西,快點拿齊跟著我來吧。 啊,洪闊海就說了,哦,在賈山裏面我還藏了一條鐵棍, 那你快點去拿吧。 洪闊海拿回鐵棍, 休二是帶他們七個人去到一個小跨園, 昌平王優瑞在那裡等著了。 昌平王那些聽差就說了,啊,啊,你神奇了,啊,你們幾位到底才能躲在哪兒來啊? 齊錶就說了,哼哼,正是沒有了收的時候啊,忽然間, 土地公公在地上供出來,帶我們去土頓啊。 大家聽了都忍不住嘻嘻嘻笑起來。 昌平王心知肚明,也不問這件事。 讓他們把身上的泥塵拍乾淨,帶他們進去大廳坐落。 休瑞說了, 秦庆啊,你說, 承上的三仔,強搶梁家婦女, 你們又將他撕開兩邊,打死了, 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啊? 那秦庆就把大鬧承上府的事詳細地說給休瑞聽。 說完了, 他將黃白江、謝影登、齊國遠、李如歸, 當作手下的伙計, 介紹給昌平王相識。 介紹柴兆的時候, 秦庆說, 這位是太原侯李淵的女婿, 榮陽捷道士柴粒的公子姓柴明兆, 浩志昌, 宇文成衛就是他打死的。 柴兆上前行禮說, 帶見王爺, 多謝王爺搭救之恩。 歐瑞說, 哦, 你既然是柴粒的兒子, 就不是外人了。 當年, 我和你父親是一段為神。 嚴格, 你請起, 請起。 最後, 就介紹洪闊凱, 說他是金頂太行山的寨主, 陸林中的一位浩志, 來登市賣工, 是要跟宇文成都爭第一, 結果被宇文成都把工拉斷了。 他回去拿切剪, 要找宇文成都拼命, 就剛遇上宇文成都追他們六個人, 結果連他都捲在內, 就算是難有了。 邱瑞看見他們個個都是英雄豪傑的心, 很歡喜, 留他們在王府藏身, 答應想法子帶他們出城, 安排好他們食住之後, 邱瑞帶秦晴回到後宅, 邱瑞大聲地叫, 夫人啊, 你看看誰來了, 看誰來了, 是外山道啊。 夫人連忙走出房門, 秦晴上前跪下叩頭, 她說, 叩見兒母大人, 夫人見到秦晴真是悲喜交集, 她說, 哎, 真是二十幾年沒見了, 你都長大成人了, 是啊, 你的語名, 我記得好像叫做太平郎的, 是嗎? 是啊, 姨媽, 回到入房, 夫人問秦晴的父親陣亡之後, 家裡的警方, 秦晴就將這二十幾年來, 他們母子的遭遇, 向姨長姨媽長長細細地說了一次, 秦晴就擺了為家宴, 招待秦晴, 這些就不說他了, 從此之後, 秦晴他們七個人, 就躲藏在昌平王府裏面, 過了幾天, 秦晴就問秦晴, 秦晴, 你看什麼時候把我們送出去的誠號呢? 歐水說, 你們不用這麼心急, 現在朝廷上出了大事啊, 進王楊廣, 視乎浸卿, 散奪了王位, 忠孝王老王爺, 上殿痛罵昏君, 已經被烤牙割舌, 滿門抄斬了。 秦晴聽, 很憤恨地說, 嘻, 想不到老王爺滿門忠烈, 竟然慘遭橫禍。 唉, 秦晴心想, 當初楊廣在林同山劫殺李渊的時候, 我一簡把楊廣打到吐血, 你說如果那件打得重些, 當時就打死了他, 不用搞到今天這麼多事了。 不過他這句話就沒有說出口的, 邱瑞又說, 宇文成都在我家裡找不到你們, 他非常生氣, 又怕你們趁著朝上混亂, 再在京城鬧市, 所以他就命令長安城的八門八班都嚴格盤查出城的人, 連出殯的棺材都要撬開蓋, 看看裡面是不是死人。 娶媳婦, 花橋也要打開, 叫他們新娘走出來, 再看看橋裡有沒有躲在那裡, 這些幾個人就安心在那裡住住, 等有機會, 陪老夫再送你們出城。 閒話不提, 正是日月如梳, 眨眼過了三個月, 昌平王探聽到消息, 說現在城門盆查都鬆了, 逐拿大鬧, 花灯那七個人的風聲也漸漸平息, 於是他就叫秦庭他們來, 說現在城門盆查已經鬆了很多, 我想趁我去臨銅山盆谷子還神的機會, 將你們改辦成我的衛兵, 帶你們出城。 大家一聽就十分高興了, 因為這三個月困在王府來, 真的困到他們傻了, 他們齊聲多謝, 說多謝老王爺。 昌平王說, 不用多謝,不用多謝, 我先講明在先, 我只是你一次那麼多, 下次你們就不要來找我了, 不要來了。 昌平說, 遺掌, 還要請你派個家人去五龍門外的王家客店, 找到個王老闆, 叫他講給住在他們客店那十個送壽禮的人聽, 叫他們同時出城去臨銅山會合。 洪闊海又說, 是啊, 王爺, 麻煩你派個人去東門外的馬家客店, 找個劍小儀王三, 我就祝福了他, 只要我不死, 就叫他把我的黑殺獸給我留住, 就叫他將骨馬牽去臨銅山。 昌平王都答應了, 立刻就吩咐家人分頭去辦理。 到了四月十五個日, 昌平王擺架出城, 前面是三技馬引路, 兩邊是百多名的衛兵, 還有十幾個人擔住三生公粉, 鄉竹等等。 秦勤他們七個人都扮成衛兵, 很容易就運出了長安城, 一路來到臨銅山拿樹江, 只見王家客店的王老闆秦勤, 帶來十名冰瓶, 還有馬家店的店小儀王三, 拉著馬, 也在那裡等著。 七位豪傑叩別了王爺, 王爺就去盤谷子還臣, 秦勤也去盤谷子, 見他師父就冤和賞。 秦勤帶著王伯當、謝影登、齊彪、李炮和眾委夥記, 趕回到河北大洋山。 到了大洋山, 又帶回四個徐從官, 張轉、楊和、李智、何輝, 趕回到山東濟南虎交差。 現在我們說過洪闊海, 回到金頂太行山, 樓羅一見債主回來, 就報告他聽說, 債主,你這個好朋友伍天石, 在山上等你二十幾天, 他說,如果你不回來, 他就不走, 你快點去看看, 他現在在大廳了, 洪闊海在聚義廳前下馬, 進到大廳一看, 這見伍天石一個人在那裡 大碗酒大塊肉在那裡吃著, 洪闊海就說, 兄弟, 我聽說你來了很久了, 債主, 債主, 連王李座, 是, 大哥, 真是盼死我來了, 小弟跟你溝通, 兄弟,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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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坐下, 洪闊海就吩咐流羅, 擺多個位, 兩個人一邊喝酒, 一邊聊天, 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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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宇文成都爭第一呢? 哈, 你都知道的啦, 當初那個善洪信啊, 他是東西南北中的五路總嫖把子嘛, 連他都不敢來我金頂太行山拉你一張工, 我想這次去長安呢, 如果能夠將宇文成都的金牌搶到手, 我就陸路總嫖把子了, 連善洪信都要歸我管, 哈, 哈,哈, 結果你就得個吉啊, 大哥, 好了, 你的事不要講字了, 講一下我為什麼要來找你了, 於是五天石就將他叔父中校王五天章避害, 南陽關五魂照造反, 五魂去陀羅寨班兵的事說給洪闊海聽, 洪闊海就說了, 哈, 那原來你是中校王的侄啊, 哈, 為什麼你不早點說我聽啊? 五天石就說了, 以前我在叔父家住, 很不勝氣啊, 被叔父趕了出來, 所以這些往事我就沒有跟你提起了, 現在我來找找你, 就是請你下山, 帶領人馬去南陽關, 搭救我的兄弟五魂照, 為我們五家報仇, 為我們五家報仇, 這次在南陽關我們能夠成功呢, 哼, 小小的善洪信算了什麼啊? 我們推倒大徐朝, 整個天下都是我們的了。 洪闊海嘻哈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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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兄弟, 你說得很對, 我說連發夢都想著造反的了, 我們什麼時候起兵呢? 大哥, 我都等了你二十幾日了, 越快越好, 今天一路你就這麼辛苦了, 頭一晚我們明天起兵, 好, 好, 就這樣吧! 第二天, 洪闊海留下一千人馬守山, 自己帶兩千人馬, 又挑選了幾元戰將, 跟著五天石下山, 兩山合兵, 總共三千人馬, 星夜就趕去南陽關了, 這一天, 兩山人馬來到南陽關的城西, 吳寶向著城頭一看, 不由得大戲, 怕他說, 大公子你看一下, 南陽關的城頭, 旗號變了, 我去班兵的時候, 後夜掛起反旗的, 現在為什麼又是徐朝的旗號呢? 吳天石聽五部這麼說, 當同疾了疾, 嗯, 旗號一換, 我兄弟大概不在城外了, 各位, 人馬到了, 城頭又變了旗號了, 欲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前文再續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這一天, 兩山人馬來到南陽關下, 只見城頭不見了五雲趙的反旗, 又掛起了徐朝的旗號, 。 吳天石光堂, 疾了疾, 他說, 嗯, 旗號一換, 我兄弟大概不會在城內。 吳寶很著急, 他說, 哎呀, 是不是我班兵三五十一旗, 我們主人等的我都不回來, 他就已經離開了南陽關呢? 洪闊海就說, 你是先到陀螺仔的, 當時天石兄弟又去了我們金頂太行山, 來回的時間這麼長, 這段期間必定是朝廷太兵攻打過南陽關, 我看這個旗號一換, 雲趙兄弟已經棄成塗飽了, 或者, 或者他人小細孤, 會不會被朝廷逐了去呢? 吳天石說, 你那麼多南陽關現在在誰手上呢? 我們奪了下來再說。 吳天石將大都一舉, 高聲叫喊, 弟兄們, 搶奪南陽關! 劉羅齊聲吶喊, 哇, 搶著去攻城, 南陽關上的徐兵戰, 來了一支沒有旗號的人馬, 一邊就派人去報告張大新, 一邊就緊閉城門, 好了, 現在看到這些人要攻城, 就架起了強攻硬腦, 向著城下猛地射箭, 那些劉羅看到城上放箭, 就紛紛向後退了, 是, 這些劉羅呢, 說到難路打劫的樣樣內行, 之攻城就是外行了。 吳天石見到攻不上去, 就告聲大劫說, 弟兄們, 不要攻城了, 上面有攻箭, 馬就會吃虧的, 現在天黑了, 我們先安營, 請日再來攻他。 那兩山人馬就在南陽關西邊, 安營紮寨, 那些劉羅兵當然是埋鍋煮飯, 雜草餵馬。 吳天石和洪闊海就派人巡更守夜, 以防不測。 第二天, 吃完早飯, 吳天石和洪闊海, 吳寶就點齊了兩千劉羅, 來到城西嬌鎮, 守城的冰丁趕快報告張大新, 張大新早起床, 正說和包得他們四個人在商量這件事。 冰丁進來報告, 說, 分高大人, 城西昨天來的那支人馬, 已經列隊叫陣了。 張大新就問了, 他們到底是哪裡來的人馬? 回分大人, 他們沒有打旗號, 不過看樣子, 都好像是劉羅兵一樣。 張大新就對包得他們說了, 啊,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早就聽說, 現在天下不得太平, 道賊如墓, 這支人馬, 八成都是那些佔山為王的響馬, 大概他們知道我們發了些財, 上來搶野頂了。 咦? 點兩千人馬? 我們出城看看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於是張大新披掛齊頂, 帶領人馬去西門。 吳天石他們正在叫陣, 突然聽見咚咚咚咚, 三聲韆響, 城門大開, 吊橋放低, 一對官兵衝出來, 兵兵向左右一分, 列好陣勢, 正當中閃出張大新。 張大新向著對面一看, 看見這支人馬雖然沒有打旗號, 但是騎在馬上的, 個個都是人高馬大, 窺名甲量。 那些兵呢, 人人都是精神飽滿, 磨拳擦掌, 有個股威風凹凹凹的, 令人膽寒的氣勢。 張大新的心就不禁暗叫苦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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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比朱燦更多人, 而且你看, 還有十幾個戰將, 打起來都很可憐。 雖然他的心很怕, 但是外表還要死頂的, 是不是呢? 他說, 不變為將軍出去, 問問他們是哪裡來的人馬, 問他們來南陽關做什麼事。 說話一說完, 天將賈禮將長槍一舉, 他說, 大人, 末將願去出陣對話。 他吹馬來到陣前, 用槍一指對面, 他說, 嘿, 你們哪裡來的響馬, 出個人來答話。 吳天石看見對面出來一圓戰將, 在陣前指手畫腳, 搖頭仿路, 發火了, 他說, 哪位帝兄出去, 給我們這個壞公看看, 和我們撞下聲威。 那麼, 梁山有好幾位戰將, 好像班齊、 宋康、 于鳳、 陳剛, 他們, 每個人都說要出陣。 吳寶說, 仲偉哥, 麻煩你等著才打, 頭一仗應該是我出去, 一來我要出一口氣, 二來我要探聽後夜的下落。 吳天石說, 沒錯, 吳寶出陣, 吳天石說, 雷鼓採, 吳天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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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馬上的是南陽關總兵官張大新, 我是總兵官手下大將賈禮, 你們來幹什麼, 快點報個名來, 吳天石說, 你手下戰將五寶, 我問你, 我們後來去哪裏? 賈禮一聽, 明白了, 哦, 這班人原來想找五魂照的, 下課你才行, 他就說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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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五魂照嗎? 我告訴你, 他背叛朝廷, 萬歲爺派張總兵來征土, 五魂照出馬和我對陣, 他便是我的對手, 讓我生禽活足, 在南陽關十字街頭, 將他囂首示眾, 吳寶天石說, 信以為真, 當他好像萬箭穿心, 眼淚就啪啪聲地流, 他高聲大氣說, 後爺, 是我誤了你的大事了, 後爺, 哈哈, 後爺, 我要向你報仇雪恨, 講完, 他舉起大錘, 就打過去, 但你見到五魂打過來, 對著五魂空前, 舉槍就刺, 五魂看到槍刺來嗎? 不怕不慌, 用左手錘向外面一架, 右手錘在上向下一架, 你一架二架, 來得急如閃電, 咳寶這枝長槍, 隔到左手, 咳寶這枝長槍, 怕得就怕, 五魂的右手錘已經打到下來了, 打到頭殼頂, 哈哈, 當堂開了花, 開了豆腐店, 咳寶這架大炮, 結果五魂又滿腔怒火, 你這枝長槍在鎚上面, 飲品不死啊他, 別打死了賈禮, 心才有些安慰他想, 都好, 都算和五魂照補了手, 不過他又想, 奇了, 剛剛我打死這個人, 沒有什麼本事的, 以五魂照家傳的槍法, 怎麼會被這個壞公生禽活足呢? 他會不會人騙我啊? 他正在想著, 對面陣內又衝出一圓戰爭, 誰呢? 是賈禮的兄弟賈信, 他手舉大刀, 高聲大叫, 你死除的壞公, 你別走啊, 我要拿你的命, 替我阿哥報仇, 一刀就對著五魂劈下來, 五魂看到, 用雙錘向上一擋, 一刀, 一把大刀打到飛出去, 成像多遠, 然後五魂相錘一分一合, 對著賈信的左右額角踹過去, 嘯啪! 賈信的頭殼當場被相錘夾擊, 整個都扁了。 張大丹見到又射了一個, 哎呀, 我這些編長怎麼這麼不敢打呢? 他說, 誰再要出人, 先不先要本明我知道, 你們想過自己的武藝, 打得過才好, 打才好出去, 要不然就白白送死, 現在變為將軍, 去敵洗取的響馬。 有個編長應聲回答, 抹將遠去。 張大丹看, 原來是魚魚, 心想, 你去都差不多。 為什麼張大丹會這麼想呢? 因為剛才寫那個假禮和假信, 以前朱家莊死的假人, 假意是親兄弟, 這四個人學了幾老功夫, 不過是平平常常的。 但是他們自己不知天高地口, 以為自己有了這些本事, 就很厲害, 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 而且又似著張大丹的遠房表親, 整天這麼奢天奢地, 雙眼都生在頭殼頂裡, 誰都看不起, 本來是水東西來的, 今天還爭著搶頭功, 結果四兄弟一個都沒有, 不只陷害死了。 魚吉、魚腸、魚魚, 還有一個魚魚, 也是四個親兄弟, 這四兄弟, 確實有本事, 力舉千斤的猛將, 所以張大丹叫做魚魚請戰, 他就說了, 俗將軍來陣前立功, 來,雷鼓作威, 在戰鼓聲中, 魚魚一吹戰, 跑出本陣。 不報就看, 只見來將身高九尺, 頭戴青銅批, 身兵青銅甲, 臉如水蟹, 說黑不黑,說綠不綠, 上茂空鱷, 洗一條奔鐵棍。 五寶渴說, 外長通明, 我隨下不死無名之鬼。 嘻, 我是張總兵揮下大將魚魚, 你是誰, 亦報上命內。 我是南洋侯揮下戰將五寶, 我來問你, 南洋侯去了哪兒? 五寶的國策到剛才假, 是騙了他, 所以他還要多問一問, 魚魚說, 哼, 五寶背反朝廷, 已經棄成逃跑了, 朝廷正正在通緝著他, 你是他的幫兇, 將你捉住他去綁, 五寶聽, 原來五寶沒有死, 不過逃走了, 心當堂安樂回來了, 他吹馬上前, 武起雙徐, 左徐在前, 右徐在後, 這叫做後徐頂前徐, 對著魚魚的頭就拼過去, 魚魚雙手舉軍向外一推, 彎聲一下, 將雙徐就推出去, 魚魚跟著一招, 舉火燒天, 就打五寶的頭殼, 五寶就舉除招架, 隔開一招, 魚魚將軍一收, 兩馬衝鋒坐位, 魚魚力, 猛軍快, 一個轉環軍, 啪聲就搬下來, 這手轉環軍呢, 真是厲害, 五天石他們一看, 五寶閉了, 正是啪聲, 但是眼睛一瞇, 不忍再看, 哎呀, 你真危險, 因為五寶馬快, 鐵軍就打不到五寶的頭殼, 就打了馬的後跨三叉骨上面, 將馬整隻打到趴在那裡, 五寶的力, 在馬上隔到地, 五寶爬起來就跑了, 魚魚一看, 哈, 打不到人, 一吹馬就追著打五寶, 五天石馬開眼一看, 啊, 五寶沒有死, 不過魚魚還不肯放過他, 還在那裡追, 他一劫馬, 那匹馬就好像閃電一樣, 飛出陣來, 他插在魚魚和五寶當中, 五寶, 你快點回去, 等我來炮製這個臭小子, 魚魚一看有人來救五寶, 就吹馬舉棍, 對著五天石就打, 五天石拆馬迎上前去, 看樣子好像拿頭去撞那條鐵棍一樣, 等於魚魚的棍, 已經變不到招了, 五天石突然馬一圈, 這條棍就打空了, 這陣時, 五天石已經衝到魚魚的後面, 五天石來一個西牛望月, 右手把刀關一果, 回手一刀, 突然嚇一跳, 魚魚的人頭落地, 這隻刀真是又快又準, 眼慢一點的都未看清楚, 魚魚的人頭就和身分了家了, 當然, 五天石, 是徐朝第六條好漢, 魚魚怎麼是他對手呢? 魚魚見到自己哥哥又死了, 不由得怒氣沖, 他說, 大人, 我三個哥哥都死了, 我要和他們保仇, 都未等張用大山開口, 魚魚已經舉刀出陣, 紅闊海見到五天石贏了一場, 手都痕了, 他在吹馬跑出陣, 他說, 兄弟, 你回去休息, 讓我來對付這個臭小子, 過了陣而已, 紅天石說, 好啊, 看你的, 黨員五天石回到本陣, 紅闊海吹馬上前, 舉起鐵軍, 魚魚打過去, 魚魚也是個刀重力猛的勇將, 他見到鐵軍打過來, 就橫刀招架, 想說, 接著鐵軍, 但他哪知道紅闊海的厲害啊, 你這個軍下來真的有千軍之力, 好像在大山扎下來一樣, 一聲鼓的聲音, 棍打在刀桿上面, 刀桿摸著鐵軍, 又打在自己的頭殼上面, 頭殼打到開花, 連人大馬踏在地上, 張大山他們一看, 哇, 厲害啊厲害啊, 於以一招都沒有人打死了, 拜些明金收兵啦, 那些徐朝兵長, 咧咧咧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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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扯起吊橋, 緊閉城門, 兩山人馬想攻城, 但是城上呢, 萬箭齊發, 灰瓶啊, 大石啊, 馬鞍兵下來, 五天石, 紅潑海就下令收兵回應, 兩山人馬今天第一陣就殺了四元敵將, 擺走慶功, 這些就不說他了, 話說張大山他們趕回南陽關, 嚇到手騰腳震, 不知如何是好, 張大山就說, 這群響馬, 真厲害, 他們, 他們如果打入城, 我們一個都沒有命啊, 不如棄城逃跑吧, 包德雖然也嚇到失魂, 但是他心中明白, 他說, 大人啊, 棄城逃跑, 不行啊, 向馬如果追著我們來打, 我們就沒有定位了, 在這處, 有城牆, 有護城河嘛, 他們不過就是二三千人馬, 攻城一時, 攻不上來的, 我說, 我們三十四道城門, 準備多些強弓硬腦石頭, 加緊防守, 如果他們再來叫陣挑戰, 我們怎麼都不出去, 就在這裏等朝廷派救兵來, 大人, 你以下如何啊? 張大身長嘆一聲, 他說, 唉, 就是這樣好了, 就是這樣好了, 包得他們幾個, 就分頭去四門布置守城了, 兩山人馬, 天天都來馬陣, 城裡面一於不理, 極度五天石, 洪闊海, 踢踢踢踢腳, 在城下放聲大馬馬, 喉嚨都拆了, 過了十幾天, 這日城樓的守兵來品報張大新, 說是正北方來了一支人馬, 打著大徐奇號的, 大概是京師的救兵到了, 張大身一聽起出望外, 他日盼夜盼, 就盼救命星快點來, 連王吩咐, 快點避馬, 快點避馬, 我要上城頭看看, 各位, 真是京師緩兵到了, 張大身的告急文書送到京師, 但徐陽帝天天不上朝, 一美後宮花天酒地, 朝廷大使, 全部都是由城商羽文化及處理, 羽文化及接到文書, 又派他的同中兄弟, 兵部侍郎羽文化旗掛碎, 又在鎮殿將軍當中, 挑選了四名能征冠戰的猛將, 非龍將軍石真, 非虎將軍嚴斌, 非彪將軍逗魚虎, 非炮將軍鐵海山, 撥了三千人馬, 命令他們日夜兼程去協助南陽關, 張大身一看, 救兵到了, 連王打開北門, 將援軍接進城, 羽文化旗問你朱家莊謀反的事, 張大身將朱燦如何厲害, 如何刀劈死掌的線, 告訴羽文化旗, 然後他便說, 袁瑞, 袁瑞, 朱家莊的線我不講字了, 現在南陽關城西來了幾千響馬, 非常之厲害, 他們來探聽五文教的下落, 日日那麼多在城外叫陣, 要搶奪南陽關, 請袁瑞先殺退這支人馬, 宇文化旗就說, 張大人你放心, 這四位鎮殿將軍都是朝上有名的上將, 讓我們協兵三人休息一下, 仰征蓄羽, 然後殺退你那股賊口, 那四位鎮殿將軍也說, 張大人, 有我們四個人, 你大可不必擔心, 三日之內, 我們一定斬響馬的首級, 賤於台前。 到了第四日, 一早吃過早飯, 宇文化旗帶領四位鎮殿將軍, 頂起兩千人馬, 張大新帶著鮑德、吳祥、前來、遼標, 跟著出城挑戰, 自聽見三聲炮響, 城門大開放落吊橋, 人聲鼎廢, 兵馬浩浩蕩蕩, 越過吊橋就擺開鎮勢, 五天石和洪闊海知道了徐兵來挑戰, 立刻點齊兩千人馬就出形形的, 因為今天有元帥宇文化旗壓鎮, 又有四個鎮殿將軍打先鋒, 張大新厲害了, 這麼久以來, 他第一天覺得氣順一點, 在宇文化旗身邊指手畫腳搖頭仿, 萬分得意。 吳天石和洪闊海看看對面, 至今南陽關的兵將比上次威風很多, 真是算得上批鳴甲亮, 刀槍如臨, 正宗高高舉起歲旗, 兩邊也多了幾位人高馬大的戰將。 吳天石對洪闊海說, 大哥, 他們多了不少戰將, 今天, 又得我們兩個打了, 兄弟, 你盡力, 我看他們沒什麼那麼厲害, 你們先打, 你們打不過, 我包起他們, 總之今天要將他們殺個落花流水, 陳勢奪漢南陽關, 行啊, 就這樣說吧。 再說說徐兵這邊, 宇文化旗對中將說, 諸位將軍, 你們看, 對面的響馬也擺好陣勢, 變為將軍第一個出陣去納頭宮啊。 說話剛剛講完, 四位陣殿將軍的要求第一個出陣, 宇文化旗, 看到大家都爭著出去, 他心很高興, 諸位將軍, 不用爭, 不用爭, 遺將者就是要殺敵立功, 報效國家, 大家還是輪流出陣, 將那些草扣斬盡殺得住。 飛龍將軍石真就說, 完帥, 來的這幾位陣殿將軍, 我是頭一位, 讓我去打頭陣吧。 宇文化旗說, 好, 祝將軍馬到成功。 鐵開山說, 石中軍, 剛才元帥說了, 大家要輪流出陣, 你贏了頭一陣, 就回來等我們去殺敵立功, 如果不是, 我們就百來一趟了。 四個陣殿將軍放聲狂笑, 個個都掩空凸土, 根本沒有將五天石洪闊海放在眼內。 宇文化旗全令雷鼓作威, 一陣之間人聲鴨喊, 戰鼓咚咚, 飛龍將軍石真, 飛馬出陣來到戰場當中。 五天石洪闊海他們定眼一看, 只見來將身高一將, 不肥不修, 苦苦生威, 頭帶衝天窺, 身披鎖子連環護心甲, 騎一匹白馬洗一支金燈索, 生得麵如油粉, 闊口大耳, 有一堆牙刷粟, 他出得陣前耀武揚威地叫陣。 各位, 一場惡戰就要展開了,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鎮殿將軍之一的石爭, 姚武揚威地出陣挑戰。 五天石就說, 各位弟兄, 來將看來是有本事的。 他就問宋康、 于鳳、班齊、陳剛他們說, 你們知不知道他使的是什麽兵器? 大家都說不知道。 五天石就說, 他使的兵器, 叫做金燈索。 我聽叔五建章講過了, 凡是用得這種兵器的, 歷勢一點都頂不住, 沒有本事的學不到。 所以使得這種兵器的人呢, 本事都不需要去哪裡的。 這種兵器, 是皇上聯架裡面的義長, 只有鎮殿將軍才能夠用的。 等著誰出去戰他, 要隔我去小心。 五寶就說, 大公子, 讓我出去匯一下他。 好, 你千萬不要大意。 是的, 大公子你放心。 五寶講完, 一擺相取, 吹馬衝前, 到離開敵將三將院, 五寶立定戰馬, 大喝一聲說, 嘿! 你是什麽人? 快點補個名來。 石真就說, 我講你聽, 吹西方, 我乃是天子金殿之上的鎮殿將軍, 家鋒飛龍將軍, 石真, 在我, 賊後, 你報個名來。 我是南陽后五魂朝的家長, 姓五明寶。 啊? 哈哈哈哈, 原來你是反神家人, 是嗎? 我正要抓你。 吹布鎮先聽, 吹西方說, 這個人本事不需要去哪裏的。 他急於搶我先手, 一踢馬套, 馬就衝上前去, 雙隨洗個舉火燒天帝, 對著石真頭殼頂打過去。 石真就想, 兩將交鋒, 應該是長見短, 不用等, 短見長, 不用看, 這個人用短兵器, 為何先動手呢? 哈哈, 看來這個人都不是什麼高手了。 石真用索一, 打五魄的左手錘, 框聲打開了, 接著一扭腰, 用索干壓著五魄的右手錘, 雪時辭那時快, 一索到五魄的頭頂打過去, 五魄招架不及, 當堂被他打腫, 哎呀, 可憐忠心耿耿的五魄, 跌落馬下, 一命烏夫。 張大新見到這樣的高興到極了。 因為五魄連氣打死他兩名偏將, 這幾天啊, 他這邊一尾打敗獎, 都還不知道打勝仗是什麼滋味的。 今天一看見鎮殿將軍石真, 將五魄打死了, television直至幾次磉 compte貨僵, 再嘻嘻嘻嘻嘻 咳嘻嘻嘻嘻嘻, 咳嘻咳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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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得在馬上跌下跌地。 石真贏了一陣, 在兩軍陣前 妖武扬威, 放開僵繩,快馬跑了一圈,然後跑回本陣,對宇文化旗說:「完帥,末將回來交令。」 宇文化旗笑口細細說:「石將軍不愧是幾位鎮田將軍當中的投名,打頭陣就立頭功,好,好。」 這邊五天石見到五寶慘死,同酷失聲:「五寶,五寶啊,哈哈哈哈,五寶。」 他很後悔,不應該叫五寶出陣,將來見到五文字要怎麼說呢? 宇文化旗說:「兄弟,你別哭,人死不能復生,哭也沒用,我們要跟他報仇雪恨。」 他馬上叫幾個流羅出去,將五寶的屍體搶回來。 正在這個時候,對陣又出來一圓戰爭了,只見你一圓戰爭身高九尺,虎背紅腰,頭戴一頂虎頭盔,全副兩銀甲,面如冠玉,長眉日濱,誓一支荒天劃激,在兩軍陣前叫陣。」 他說:「他是誰?這個是飛虎將軍嚴濱。」 吳天石說:「阿哥,讓我出陣。」 洪富凱說:「等我等,你別去,你剛剛哭完,讓我去拋棄他。」 兩個人正在爭著出陣,金頂太行山來的好漢宋康就說:「兩位債主,殺雞何用牛刀,讓我宋康出戰。」 說話未遠,他一擺長槍就飛馬出陣,宋康用長槍一指,他說:「你是誰?報上名來。」 :「我乃是鎮殿將軍,加封飛虎將軍嚴濱。」 響馬,你亦通明受死。 你老爺叫做宮廿或竊一樣CRTT 港元 一槍對 Gian�屑的空前刺他, 然君用金按撒押他的槍, 罪之 выпол auch 咪啦, Tuon 鬆匡不夠他力,沒法動,死命之產。 我們的雪 顏柴瞳因爭 用夾一反一跳,喝声说放手,宋康之枪就被他跳了上天,跟着他一招耀花击,插正宋康的肚子,当堂丧命,严彬亦赢了一场,众马回阵,徐兵就齐声纳砍喝彩。 伍天石看见又死了的弟兄,生气得七笑生意,他说,"阿哥,看来这几元战将都有些本事,一定要你我出阵才是他们的对手的了,阿哥,你给我压阵,让我出马回一回他们。 好,兄弟,你要小心点,来,将箭古雷响,和五寨主坐威。 伍天石对刘罗就说,"各位弟兄,大家不要因为输了两阵,死了两位弟兄就得头得腦,大家要提起精神,和我纳喊坐威,看着我如何来炮制他们。 蜂蜜书听过他这么说,发起威力,都提声,说,"五寨主,祝你马到成功,你再杀多几元大将,和我们出来。 杀了! 五天石双脚踢马图,策马来到战阵中心,威风霖霖,杀气腾腾。 徐兵一看五天石出来了 就叫了 哇 使刀那个人又出来了 他是那个头来的 他的刀很厉害的 徐兵这样叫 激怒了一位镇殿将军 谁呢 飞炮将军铁海山 他说了 完遂 让我将使刀的响马 生禽捞捉过来 他吹马来到镇前 和五天石面对面站定 五天石一看 只见你原敌将 身高成长 腹背红腰 头戴炮子盔 身披天河寒光夹 紫黑后面空眉恶目 他使的兵器 很奇怪的样子 叫做拳横梭 什么叫拳横梭呢 是这样的 一条长杆 肝顶是一个锁头 原来锁头是一只手 就拿着一只横管 管头就像枪尖 非常之锋利的 五天石喝他的声 你要做什么名 快点补上来 我刀下不斩 无名之魅 铁海山将做一秒 他说 听着我乃是万岁价前的镇殿将军 家风飞炮将军 姓铁海山 你是谁 快点保障名领 我是陀罗寨寨主 五天石 我是专和你这些残害百姓的徐朝九官作对的 铁海山 刚才打死了两个响马 现在我要将你生禽活足 你死在眼前还要认呢 你放马过来 铁海山举起拳横索 用了十成力 对着五天石兜头兜头打过去 五天石将大刀一挽 斜斜接着拳横索向下一挽 射掉他的力 接着调转刀柄 用柄尾就猛刺铁海山的前凶 铁海山立朔一格格格不到 原来五天石这个虚仿一招 说是事打是快 五天石使过转横刀快如闪电 说得出声 声都还没停 刀就在铁海山的头井砍下去 真是开闪了 铁海山的人头就砍开两边 当堂撕落马下 语文化奇看铁海山死了 大吃的惊 他没想到堂堂的镇殿将军 会被一个响马斩死 哎呀 这个响马真是厉害 张大申也打个冷枕 他本来想着有这四位镇殿将军 一定能够将这帮响马杀败的 没想到镇殿将军都不是响马的对手啊 语文化奇就说了 铁殿铁将军一时失守被响马得逞 便为将军出阵 活据这个响马 活据这个响马 为铁殿将军报仇 我寄他一件奇功 飞标将军都不是响马的对手啊 军都不是响马的对手啊 五天石横到一看 对面又冲出来一圆战将啊 这圆战将身高九尺 头戴麒麟盔 身披青铜甲 骑一匹黑马 手执一支黑鹰枪 两个人互相报完姓名 豆豫虎举枪就似 五天石用刀一架 把枪弹开 豆豫虎将枪一抽一转 用枪柄尾对着五天石的左压角打去 五天石用刀一搏 隔开枪尾 当时两马冲锋过位 豆豫虎使了个转弯枪 对着五天石的背门一刺 五天石早就防备他的手了 在马上来个大转身 大刀打横一挡 将枪又打开了 那这两个人 一个是猛斩恶杀 一个是豪箭雕瀚 正是其逢敌手 仗欲良才 打了三十几回合 未分胜负 两边的人都看到眼花缭乱 洪阔海见到五天石一时都不能取胜 就要出阵换他下来 他对于风 班齐陈刚 他们说 我现在要将五寨主换下来 我如果得胜 你们看我知棍行事 我向上一举条滚 你们就冲杀过去 我们要跟着那些徐兵来 一起涌入南洋关 今天要一箭成功 记住 洪阔海祝福完了 他双脚一劫 马 直奔战阵中心 高声地叫喊 天石兄弟 你他下来先 等我来 先他 五天石见到洪阔海来接替自己 将马一圈 就回去本阵 斗鱼虎亦将马一圈 看一看来障 啊 洗刀那个 回去换个洗棍的泥 只见这些原来障 身高障一 薄阔腰粗 身体灰 青铜盔甲全身披挂 生得斧头铁面 龙眉炮眼 连筛胡桑 骑一匹黑杀手 手上一条斑铁棍 上貌堂堂十分威武 两个人见了面 亦不说话了 洪阔海双手一举滚 你一招叫做举火烧天 向下就斑 他将全身力量 全部都运到两条手臂上面 而两条手臂的力 全部运到一条铁棍上面 斗鱼虎联盟横窗接奔 只听见啪一声 接着啪一声 喂 什么事啊 原来这一棍 将豆鱼虎两只手震到避震 脱了脚 枪也抓不住 松手跌到地下 豆鱼虎觉得两只手没了知觉 眼前金星乱飞 轴身打震 胸口翻热 接着 洪阔海那条铁棍 噓一声 对着头扮过来 他向后一样 洗了个铁板桥 没错 他还躺下 避开了这一棍 但是他想再在马鞍上面 翻起身 就没力了 洪阔海一看 对了 任打不得 躺下 举一条棍 啪一声 打正豆鱼虎的胸口 血在口和鼻血噴出来 就如虎当堂死在马背之上 那只马 被军力压到趴在地上 那些楼罗大声 吶喊喝彩 哇 好东西 红寨主 这一棍 真厉害呀 语文化者 看 下个冷汗都飙带 嘿嘿 你个响马 这么大力 他连忙叫你脱仔 把死尸抢回本镇 你这个严宾 见到豆鱼虎死了 就对语文化奇话 完遂 你个响马 持着力大中 非彪将军打死 让我用方天话击去破去 好 好 但愿你能够为非彪将军报仇 不过这个响马 实在是厉害 将军你千万千万不要大意呀 严宾一带方箭 还击约马出阵 红阔海用棍一指 哼 又来个送死的 报个名就是 我是万岁嘉前 镇殿将军 家风 非虎将军 严宾就是我 响马 你快些报名 受死 哈哈 原来你们都是镇殿将军 我最恨就是你这些坏官的了 我打死你们几个镇殿将军 也算出一口气 你说什么 什么坏人 我们叫那个阳港做分君 他做了皇帝专满害我们老百姓 你既然是分君的镇殿将军 那好 来来来 代分君阳港 挨我一份 不管你死之前 我亦等你死得明明白白 我乃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 姓洪明阔海 你放马过来 尝下我铁军的利一开 严宾听洪阔海说的话 激到他吐爆 举起击向前一致 洪阔海一闪伤 避开之击 接着用左手一撓 就将他击柄拿住 右手举起一条棍 在击柄上面出力一打 震到严斌周身都避光 两脉冲锋过位 洪阔海将棍交给左手 腾出右手来 拿着他触甲的腰带 向身边一拉 用他一样严斌马的前胸 严斌之击就跌了落地 被他生禽过来 洪阔海拨转马头回到本阵 将燕奔向地上一撅 人来 撤了他的户头 刘罗兵一勇而上 压着燕奔将他人头割了 有个人用支长枪 将燕奔向油头高高挑起示众 那个羽民化骑亦带兵打过仗 但他从来没打过这种仗 四个震殿将军 被对方打死三个 这些不是普普通通的战将 他是武艺超群本领出众的人物 那回去怎么在万岁面前交差呢 你说这些震殿将军没有本事呀 没有本事能够做得万岁家前的震殿将军 他说他有本事 怎么会被响马打死三个的 怎么说好呢 羽民化骑亦又怕又怕 这个时候石珍就开声了 他说 袁瑞 四位震殿将军死了三位 我还有什么面子回去京师呀 回去人家就会说我一个没死 实是被刀被剑怕死贪生 不行 我要出去和这个洗军的响马决一死战 没等羽民化骑开口 他的马就冲了出去 洪阔海见到石珍来他就说 看来你也是震殿将军 家风是什么将军呀 那个昏军和你们起的名字都这么好听的 什么这么好听都不耐打 你报个名字来 说你听 你四位震殿将军里面我是投名 当今皇上 家风我做飞龙将军 请石 明真 石珍一边说 一边约马上前 说到马到 他举起金灯索就对着洪阔海头顶就打 洪阔海右手执棍 就是使他单手棍 向上阿辉打正锁头 石珍真是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两只手武器之所向下打 被他单手棍就隔开了 洪阔海打平 宇文化旗和张大新 最后一位震殿将军也打死了 吓得冷汗直流就牙齿打挂 宇文化旗马上传令收兵 但是哪里来得及 只见洪阔海在马上将军一摇 两山的人马就好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了 吴天石一马当先 跑到最前面 冲到过去一刀就将张大新斩于马下 宇文化旗见到响马冲过来这么快 而且混在随兵一起冲进南洋关里面 哎呀 他估计这支南洋关必定失手 他连忙丢掉了个圆碎规 有几个亲将保护主 顺着沪城河向着北方逃命 包德啊 吴祥啊 前来啊 尿标啊 见到张大新打死了 吓得都不记得跑 等人马冲过来 想走都来不及了 洪阔海举着铁军刀 啪啪 一下一个 打死了包德和吴祥 吴天石左右两刀 吹吹 将前来尿标 劈了下马 那些楼罗一齐吶哭 哇吼 抢断南洋关 阿杀啊 隋兵倒下螺蟹 温地向南洋关里面跑 两山楼罗也趁劲冲进南洋关 那些隋兵大声喊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把人家的兵都卷进来 我们情愿投降了呀 救命呀 好了 闲话休蹄 一阵施杀隋兵死的死的投降的投降 两位寨主 就将南洋关夺取回来了 那他两个占领了总兵虎牙 奔赴的楼罗 把守住四门 将城头上隋朝的旗号 拔下来 又派人打开监狱 将找到里面的老百姓 陷阱放大出来 又出了安民告示 说明夺取南洋关的 在金顶太行山寨主洪阔海 和陀罗寨寨主五天社 这样做乃是为国座奸 为中良保守 老百姓不必担心害怕 张大申等等贪官已经被杀死了 凡是欺压百姓的官员 百姓们可以逐来示众 凡是没粮食的百姓 可以到南洋府衙来领 又派大队兵军将被杀死的隋朝兵将一起掩埋 又派人找了副上等棺材 承脸起五宝 将他埋在西门外面 躬前立发石碑 上面写着 忠孝皇五建章南洋后五云召 府中二部五宝之墓 跟着就汤牛汤羊 好想楼罗 楼罗兵就高高兴兵 休息了两天 五天石洪阔海骑着 买在城外三阶六市巡视了一番 只见间间店铺都关了大门 城里面空框框的一片荒凉 两个人回到府衙 就叫人请了二十几位富佬来 向他们打听城内的近方 一问就问到朱燦了 各位 朱燦还做了南洋王 后事如何呢 请下回分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